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丁超 欢迎收看超低大赢家 今天指数是反弹 小幅度的反弹 那是最后一盘啊 我们看一下是最后一盘拉起来 最后这一盘 当然这一盘是有意义的 是台积电拉起来 拉到平盘 用这样看你比较清楚 台积电平盘 就拉到平盘上 拉两块钱 两块钱就是十几点 那它开高 开高正常嘛 又走低 这个通常台积电通常这个震荡幅度 其实并不是很大 可是因为它每一块钱是8.36点 8.36到8.37 所以它只要跌个五六块就感受出来 因为你想想看 从这个最高到最低 它开451.5是很好 昨天ADR不是也涨嘛 开451.5是对啊 可是又走这条路 这个都是 我是觉得说这个好像都是在控盘 你现在就把它弄成黑色的 红的变成黑的就是这样来的 都是台积电嘛 因为它会带方向 它会带风向 台积电它会带风向 其实它就是台湾50党的龙头 也是所有股票的龙头 它如果涨 那个气氛会好一些 因为它如果涨它对于指数 它会很补嘛 它如果是正的就很补啊 例如说台积电今天 为什么我要讲那么清楚 我只是让你知道说 让你了解 了解这个大盘的架构 你看450以下 这是平盘 450以下对不对 一段时间在这里 大部分时间都在450以下 有稍微放一下 又到450以下 就大部分台积电的交易时间 都是在平盘下 可是大盘并不是 大盘大部分时间都是平盘上 大部分时间都平盘上 可是可以想象台积电在盘中 它要压指数 可是压不下去 它压不下去 大部分的股票 台湾50党股票 或是中型100党股票 台湾50党股票就是指这些股票 台湾50党股票就是这种股票 叫台湾50党股票 这种股票叫台湾50党股票 就是全值股 大部分的全值股都压不下去 所以它才会造成小涨盘 其实我跟各位讲 这个指数走在这里 大家 当然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尽相同 因为老实讲 我还是不会看好 就算涨我也不会看好 因为我要买的点绝对不是在这里 我要买的点一定要过高点 我已经讲过 我昨天已经跟各位谈过了 除非你放量过13013 13031 我会买股票 那买股票你会说老师那你最高 不是最高的问题 我是要买股票 1700多档股票里面的股票 我不是要买那种最高档股票 我不是买指数 如果是做指数的人 你反而真的13031过了以后 你做期货你要最上去 反而是这样 但是我们没有在做期货 我们没有做指数这个东西 可是因为我们做股票 我不怕指数过高点 我只怕指数不过高点 因为他过高点他会找 他就会有一个方向 一个顺风口 他过高点代表说 这边的争议 整理了三个多月 这个平台 这个箱形 他已经是突破 而且要放量3000亿以上 虽然不一定要3400亿 但是你3000亿总要来吧 你总不能说2000亿要过高 你2000亿过的关卡 最后还是又滑动下来 这时候叫量价要配合 你了解我意思吗 我再讲一次 我如果要做多 我会在13031点 突破放量的时候 我买股票 买股票 你了解我意思吗 因为13031过了以后 表示这个也会过 表示这个也会过 466.5也会过 那这样过了以后 为什么我不敢买股票 我不一定要买 涨了幅度很大的股票 我不一定 因为有很多股票 即使是非常低基期的 大家都很清楚 有的股票根本就是 连涨也不涨 我讲难听点 像他有真的涨过吗 他稍微这样子放一下 像这种有在涨吗 假设你说 13031点也没有多久 空间也不是很大 就算突破 它要能够涨多少 我就这种股票随便买都会有 或者是像这种 这种有修正下来的股票 我要买随便买多少都会有 你了解我意思吗 随便买都会有 或者是像这种有回檔下来的 有回檔下来的这样股票 这不是都是赚很多钱吗 现在获利都渐渐的转好了 是不是 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你根本不用去跟人家抢那些 一定要买的时候已经创新高了 涨了很多的股票 根本不需要 因为13031点 我是说我先讲一次 就是13031点 其实也没有很远 100多点而已 你要过13031点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放量突破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区间把它克服掉 那个地方要买股票 不迟啊 不会来不及 所以我根本不急 你会发现我根本就不急 我不会像别人这样一下子看脱一下看空 不会 有什么好急躁的 不用啊 了解我意思吗 因为我跟你讲 你说现在涨起来 昨天涨 今天涨 对不对 我说这个盘就是乱乱在哪里 乱在我们实在是也搞不懂先举 对不对 我们都一直误以为说 至少昨天是这样很清楚 昨天是不是大涨 我们昨天盘中是不是大涨 没有错吧 我们盘中是不是大涨 那大涨是因为美国大涨 美国这边有涨 美国11月 这边美国是开票 投票 这边是开票嘛 那开票也大涨 投票也涨 对不对 投票之前是不是先涨 投票前就先涨 美国是不是先涨 那你美国先涨 那11月4号 昨天开票 是不是 我们又涨 那是反映什么 尤其是从 我昨天已经讲过 从美国的期货指数来看 它是一个拉锯 从昨天不是从今天 每次美国的期货指数 就是美国的盘后盘的意思 每次川普开票领先 期货就大涨 那拜登如果是领先 开票的时候 期货就大跌 不是都这样吗 所以昨天以前所反映的 昨天以前 我说昨天以前 美国股市跟台北股市 所反映的大涨 是不是市场 华尔街认为川普胜选 所以他们给正面的评价 因为之前选举之前 那时候有一些获利回头卖压 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所以他们先减码 后来又把股票再买回来 对不对 买回来当然一步一步买回来 不是说卖多少就买多少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但是那个情绪上的转弯 是不是变成说 由一个卖变成一个买 转回来对不对 那转回来以后 当然就是美国股市 就会有 不要说报复性的涨 就是说有一些空单的回补 加上一个买盘会推进来 对不对 但是也没有 还没有过历史新高 它至少终结了这个地方的下跌 这是美国选举前跟后的表态 没有错 这是美国 那台湾也是一样 亚洲股市也都是正面反应 都是正面 都一样 都跟美国一样 欧洲也是一样 都一样 现在目前市场 因为资本市场是一个方向而已 货币不同方向 可是现在变成说什么 今天早上我们就知道说 现在拜登的 有可能变成逆转 对吧 有可能变逆转 又涨 美国期货现在也是在涨 早上就是 是不是在美国收盘以后 渐渐渐渐渐渐一些新闻出来 美国是台北时间凌晨5点收盘 那渐渐渐渐发现 好像川普又被逆转掉了 那美国期货又涨 那这样表示说 不管谁当选都要涨 那不管谁当选都要涨 表示我错了 因为我的讲法不是这样 我的讲法是 川普当选先跌后涨 那拜登胜选的话会直接大跌 表示我错了 那你看看我这个地方我都弄错了 我这个地方都判断错误 那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再重新调整 当然要啊 因为我是分析师 我不会像其他老师一样 每天挂铃铛在那边 讲的有的没有啊 是不是 讲的都没有用 那你想想看 我现在的测标是写说 美国的大选我也确定 我也确定就是美国现在 新的总统没有选出来 至少我在解盘的时候 今天礼拜四的下午4点多 我在解盘的时候 是不是总统还没有产生 也可能进入了诉讼 或是从事验票 等等之下 反正我不知道嘛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 我猜哪一个总统选上 都猜不到了 我本来是猜川普会选上 对不对 没有错吧 我在一个礼拜以前 我就说川普会胜选 可是看起来好像是对的 对不对 可是现在又看起来好像我又要不对了 但是问题是我现在对还是不对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啊 你也不知道啊 因为到目前我在解盘的时候 他们总统还没有选出来啊 难道不是吗 而且要进入诉讼嘛 那进入诉讼要多久呢 不知道 因为如果说我们近期知道 美国有曾经有曾经也这种 这种选票的争议是在2000年嘛 西元2000年那时候小布希 跟高尔的样子嘛 他们也是因为这个票的问题吧 也是进入了诉讼嘛 由大法官来决定诉讼嘛 好像也是延迟了一个多月吧 那时候美国总统也是选不出来啊 也是延了一个多月 后来才判定小布希当选嘛 我印象当中是这样嘛 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啦 那现在目前来讲 川普跟这个拜登 现在会不会进入这个法律上的诉讼 还怎么样不知道 所以美国总统也没有选出来 都已经是一个变数 那股票市场当然是更大的变数啊 所以我不会因为这两天的涨 我就认为说股票市场要开始要走多头了 不可能 你总统确定以后我都还要看看股市 股市会不会涨了 何况是总统没有确定 那既然没有确定的话 我的态度就会保留 我的态度就会保留 所以你说叫我这个地方来 完全来发很多来看好 我跟你讲啦 没这么简单啦 你要买股票太简单了 你只要情绪化乱买就有了啦 那做股票不太简单 你就看这就好了 我说今天就很简单嘛 我今天在飞环台连线讲过嘛 应该说昨天嘛 昨天在飞环台连线 我就讲过这一组就好了 昨天这一组不是都在盘中都在大跌吗 这一组啊 盘中都在大跌 那主持人就问我 对我说的看法 他就说这个因为 因为昨天 我是说昨天不是今天 礼拜三 礼拜三是不是盘中的气氛 都认为川普会胜选 所以这一组就大跌嘛 对不对 那主持人就问我 这个连关性 我说完全无关 为什么无关 因为这个太阳冷跟风电 跟拜登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我绝对不会说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太阳冷风电是我们的 我们国家的 因为我们国家的 发展的重大政策 就是太阳冷跟风电 而且已经涨了很久时间 不是拜登要选举才涨 况且我也回一句话说 我们的股票跟拜登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的股票 都是做电厂的 做电池的 做发电的 我们根本没有卖到美国啊 美国也不会跟我们下订单 不会啊 尤其是我们这些都是小厂 台湾自己这些做太阳冷的 这些风电的 这绿冷的 除能的 我们自己用都不够 我们自己发展 台湾自己这边就够了 我们没有这个不是电子业 可以销到美国去啊 不会有事啊 所以跟拜登什么关系 完全无关啊 所以昨天在跌什么意思 我昨天跌下来 我说你根本就 因为我认为跟拜登无关 所以我说你跌下来以后 你就用技术面去处理 因为他基本面 他已经慢慢转正 转正的意思就是说 他已经慢慢慢慢的 已经转正上来了 他基本面不会 就是由亏转赢的 所以你看今天就涨赢了 那今天涨天板很多人 就情绪性去买这些 太阳冷股票 完全不对 因为这个等于是在赌博嘛 你在赌这个 我就觉得算很讨厌的 你要赌 为什么要赌这个 你就认为说拜登会胜前 你就去买这个 这完全没有道理 你要买这个东西 你要买这个东西 跟拜登无关的 是因为他 你要买他的基本面 跟技术面 这样子才合理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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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攜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 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 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攜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 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 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好的我们回到技术面来 我们先看最重要一档股票 就是他们已经看指数的 就是台积电 它是不是月线往上走 我之前已经教过各位 月线往上走 代表短线多方式 季线往上走 代表中线多方式 所以它往上走 它就会很容易 把这个带上来往上走 没有问题 那问题是台积电 它现在的反弹 这边的下跌跟这边反弹 完全是因为选举的因素 选举的情绪化 对不对 这变来变去 那它也还没过高点 第一个你先看 第二个 月线的扣底值 它现在今天扣底这里 明天 明天礼拜五扣底这一根 这里就大于这里 那下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又大于这里 所以台积电 能不能扭转这条季线 或者是被它压制下来转弯 都未确定 你台积电没有确定之前 我怎么有办法叫你走动 我怎么有办法叫你说 1303一点一定会过去 我没有答案 我不会意气用事的 第二个 台积电的季线 它虽然扣底值不是很高 但是也是相对高 虽然没有现在这么高 但是也相对高 因为它不是低 不是扣底低 所以如果以台积电来看的话 你把它转换到大盘也是一样 大盘的月经线 它这四天跑得很快 它原本月经线是往 从这里开始 礼拜一开始 它要慢慢的扣底高值 往上扣底高值上去了 这箭头在跑 可是它跑得比它扣底值还更快 所以避免这条线让它弯下来 是这样子跑的 因为它连续四天都往上跑 它扣底值是往上跑 如果站的不动的话 这条线就会转弯了 那没有转弯的原因是因为它跑得比它还快 可是明天还要再扣底这一根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扣底这里 全部都是扣底高值 而且季先也是扣底相对高 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它一定会过高点 那何况美国股市就算今天大涨 也不一定会过高点 美国股市不是现在盘后盘大涨吗 就算今天大涨也不会过高点 你看德国指示就知道了 它还是在涨啊 它也还没过高点 所以我的做法就很简单 如果一三赢三一点突破 放量三千亿 一定要三千亿给我 我才会考虑做多 全面翻多 我现在不是说拒绝做多 我们还是有一些股票去做多 有 但是我们所谓的做多就是全面性的 不再看空的意思 你知道对吗 那如果这个条件没有给我 那我只会用等待 我等待是未来回撤的买点 我想说我们本来预估说 川普胜选之后 会有一波回撤 获利回头卖压 未来来让我们买 得到了便宜的时候我们来买 对不对 我们本来预估是这样 或者是拜登胜选之后 会大跌下去让我们买 跌下去让我们买 我们就会买 我们会买 因为那时候更便宜嘛 可是现在目前没有便宜的东西 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在进场的时候 更加要谨慎小心 所以我不会那么冲动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股票今天涨停版 大家都会解这两股票 这个是完全是当充的 这一看来知道 如果说真的厉害的话 直接跳涨停了 它是从平盘硬拉上来的 这个是当充的 因为这个当充的 人家进来的话是打带跑 打带跑的时候 它冲上来到季线 这个地方就是 技术分析这里就是卖点 我教各位 因为卡扣底高值 它就算有过去 它也很难 就是这个卖点 你卖点不用在这里卖 你可以卖在这个卖点 或者是像这个一样 这压下来以后 又回到了季线 它现在月线又扣底高值 所以月线上 它到时候又要转换下来 而且季线慢慢扣底高值 所以这个是一个反弹波而已 它不是一个回升波 所以像这个 你可以不卖这里 但是上来你还是要卖 如果这一组这么厉害的话 它就不会这么不厉害 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这个股票当然是因为 它之前基底比较低 但是它也一样在季线扣底高值 我是随便讲一些股票 因为比较热门的股票 拿出来跟你讲 或者是被动元件也是一样 最近的被动元件在涨 是因为它基底够低 它只是资金上的抑注 短线的抑注 可是它季线扣底值还是很高 所以这种股票涨幅有限 上去以后它会再进入调整 你不可以追上去 所以现在目前来讲 因为你要买的股票 你必须要用追进的 而且有时候常有一天的行情 我为什么要 我为什么要带会员去做这种事情 我不要 会员操作股票 那个都辛苦钱 跟着我们操作 我们要保护它 我们赚钱 我们可以晚一天两天 甚至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没有关系 我没有必要再赌 今天涨起来 昨天也涨起来 你会发现现在目前市场里面 原本变从悲观 上个礼拜的悲观 又变成非常乐观 我还是一样非常平常心 我不会照动的 而且我还是跟各位提醒 美国总统现在大选确定没有 一直到我解盘的时候 你看确定没有 什么时候确定 你怎么会知道 我怎么又会知道 政治家评论家都会弄错 是不是 昨天川普自己讲说他当选 他大胜 他大赢 他自己讲的 自己讲的话 大家跟着他讲说 他胜前有什么不对 因为他自己讲的 那总统说的 我还没算过 他自己说的 我们对他说的 怎么不对 这个公共的意义 我看哪变了呢 怎么变成说 变成说要提起诉讼 要变拜生 要什么 拜登要什么 要赢了好几个州 我们怎么知道 不知道啊 那到目前为止 谁知道 不知道啊 现在目前来讲 拜登虽然领先 虽然现在目前 我在解盘的时候 虽然领先 可是你怎么知道 最后的总统是拜登呢 你怎么会知道呢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啊 我们都不知道啊 那我们 对于总统是谁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变数这么大 争议这么大 未来诉讼 或者怎么样 验票什么一大堆复杂问题 那我股票怎么会知道呢 我怎么会 因为两三天的反弹 我就带会员冲进去呢 那万一我要买到最高点 我不衰 我会那么冲动吗 我当分析师 不可以这样冲动啊 我不能为了做多 为了收会员 就带他们乱跑啊 不可以啊 要更冷静啊 我宁愿多观察几天 我说你看这个东西 你这样子抢 你抢上去 你没有什么好处的啊 它只是一个跌生反弹而已啊 我是讲能听一点啊 这是跌生反弹啊 这没什么啊 这种股票 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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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没什么啊 这很正常的工作啊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是认为说 多看少做啦 不要每天都是要做多啦 真的每天都做多 他觉得很奇怪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要做多 从来只会买不会卖 那也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人啊 一个好的投资人 要懂得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要卖才对啊 我讲这样 没有责怪大家的意思 事实上是这样 如果你买股票只会买不会卖 那是算什么好咖呢 算什么好投资朋友 算什么专家呢 那完全是赌啊 赌徒嘛 就是永远一辈子都在赌啊 赌涨啊 那跌下去以后就摆烂啊 涨上去就高兴 跌下去就不高兴啊 每天都是过这种日子 有什么好玩 对不对 股票市场本来就是有个买 有一个卖 我讲过 我们未来一定会买股票 可是现在我 我没有办法接受 现在目前指数这么高档的时候 尤其是 目前这么不确定的因素之下 我带会员去乱买股票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如果说还有不清楚的 你可以先加入 贴着股票193008 193008 那当然你也可以 如果不晓得怎么操作 你也可以打电话到公司来询问 跟我们助理询问 我们都会给你回复 那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都还是多观望 因为有两个不确定嘛 因为美国的总统没有选出来 是一个不确定 那美国选没有选 总统出 现在还没有 总统还没有选出来 那股票的变动就会更大 这是提供给各位做这样一个 一个观念的一个参考 我们做股票是要赚钱 我们不是在赌博的 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